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科学的巨人vs科学的儿童 鸦片战争前后,就中英双方的科技水平来讲,如果说英国是科学的巨人,那么大清就是科学的儿童。 爱德牧师说,在中国,科学的每个分支都仅仅处在幼稚的初级的探索阶段,总的看来,好像只是一个发育过大的孩子,他的智力曾经受到一次突发性疾病的打击,此后直到长大成人,直到老年,知识却并未超过一个早熟的婴孩。 美国传教士丁伟良说,中国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是儿童。 这个科学的儿童在人生之初,也有基本的科技经验与积累, 但他们的实用性,整体性和直观经验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停留于初级阶段,永远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突破。 比如,中国的罗盘,西方人用来探险,中国人则更多地用来册封水选坟营。 中国的火药,西方人用来制造火器,中国人则更多地用来放鞭炮点烟花。 对于数学,西方人为数学而数学,中国人则更多地用来账量土地测算收成。 对于天文学,西方人是为了发现上帝造人的方法,而中国人是为了种地和占卜。 说一句不客气的,中国历史内部,永远孕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很多,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重农以上,外交上的闭关锁国,文化上的思想奴役,社会上的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式的主旋律思潮,这些因素的集体作用下。 中国知道近代,所能拥有的所谓的科技,就是那永远的四大发明,此外什么都没有。 相信之下,英国则是近代科学的主要策源地。 1660年,当大清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正忙着整顿官风,尽管理私交,私演,庆贺,馈送等糖衣炮单问题的时候, 英国皇家学会正式成立,里面的会员有好多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信徒,贯彻的也是培根的学术精神。 中国人喜欢拿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四处忽悠,只如今还把这画瓜中小学教室里,但似乎不懂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前进的力量, 更不懂落后的知识也有向后退的力量。 而且培根的归纳法中国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接受。 所谓的归纳法就是倡导实验调查的科学方法。 其中有许多细节要求,中国人只要随便接受迹象,就不会有后来的母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神话出现了。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就保持了民间独立性质,会员不接受国家薪金。 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段,英国皇家学会既不吃政府的,也不拿政府的, 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虽成为此学会的最大特色,更成为英国科学进步的最大保障。 1661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这个大学虽然没有牛津大学牛,但是它与牛津大学一样,在成立之初就拥有自治特权。 大学拥有自治,才能拥有学术自由,拥有学术自由,才能产生大学精神。 按中国一代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的理解,大学精神应该包括三项基本原则, 独立的和自主的,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至于大学教员,蔡元培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 以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扯。 蔡先生的三项基本原则,用陈寅克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个国家的大学,如果拥有了这些东西,那么他还有什么不能拥有的? 牛顿的成功,首先是英国高等学府自治的成功。 而牛顿的成功,随便一向都足以让他成为科学界的巨人。 数学上,他是微积分的创始人。 光学上,他发现了太阳光光谱。 物理学上,他提出了力学三大定理和万有引力定律。 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他站在蒸蒸日上的大不列颠帝国这个巨人的肩上。 对于自己的成功,牛顿谦虚地表示, 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说得对,牛顿时代的英国,已站在近代科学的前沿,良好的政治社会教育等条件, 给科学提供的铲床,而牛顿,只不过是这铲床上最健壮的一个铲罢了。 一阴727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去世。 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出殡当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 台关国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 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 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 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福尔泰为此感叹道, 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 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灵情, 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 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牛顿的葬礼,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 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 这种态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先进程度。 正当牛顿的科学改变世界的时候, 大清这边的统治者也在部分利用西方的科学呢, 只可惜利用有限。 比如,利用传教师等半调子科学家, 搞西洋立法,搞地图测绘,搞致病救人。 1693年,康熙同志拉肚子, 御医们想尽办法,堵不住领导的辟言。 传教师张承宪奎宁,智洪成功, 从此皇上更喜欢传教师了, 跟他们学术学,学天文。 但却交代他们, 这种学术不能传给大清国民, 让他们学了只能坏事。 康熙作为大清皇帝, 虽然有学习西方科学的自由, 但是他这业余科学家, 天赋在高, 由于公务产生,日理万机, 夜半虚用,冷毛巾擦眼, 注定他也只能学个半调, 而不能由大清皇帝升个为大清的第一名近代科学家。 特别是当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发明的手摇计算机 通过传教师赠给康熙时, 并没有引起康熙同志的注意, 否则第一代计算机岂不出自中国。 据传, 莱布尼茨发现他的手摇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与传教师翻译过去的中国已经不谋而合, 对中国更感兴趣了。 他通过传教师给康熙写信, 申请加入大清国籍, 并希望帮助康熙建立大清的皇家科学院。 康熙如何对付这件事的, 我们不知, 反正莱布尼茨没有成为清济德桥, 我们也没有看到大清皇家科学院的诞生, 说不定康熙把他当神经病看待呢。 如此情形下, 青鹰之间的差距有多远呢? 当两次鸦片战争都宣告结束之后, 准确地说,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大清建立同文馆, 请美国传教师丁伟良做同文馆总教习的时候, 这个美国老发现, 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科学。 当时丁伟良教中国学生英语, 想把发报机介绍给中国人。 他曾回家探亲的时候, 学习了电报的使用和操作课程, 并自费买了两台发报机, 一台是摩尔电马机, 一台是字幕拨盘机, 带了回来, 两台机器都很通俗一学。 他请供亲王派总理衙门的官员前来观看实验。 四位官员在整个过程中一声不响, 兴未索然。 其中一位汉林, 大清的汉林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 轻蔑地说, 中国四千年没有电报照样是一个大帝国。 丁伟良说, 当我拿了几件玩具给他们看时, 他们倒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兴致勃勃地追逐词语和词鹅, 被这种兴起的玩意儿斗得民嘴之小。 由此看来, 中国政府挨打之后仍然处于儿童状态。 没办法, 这是一个缺少科学环境、 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国度。 如此三缺, 科学上当然只能是儿童了。 如前所说, 丁伟良认为中国在科学上是儿童, 在文学上则承认我们是成人。 那么, 我们的成人文学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呢?